你怎么下了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 抗美回来了 你见到抗美了 他怎么样 行啊 听老郑说 抗美一回来就反护口味 要给袁招结婚 三家坦克就没这夫妻 咋变化这么快呢 前两天不是还 前两天是前两天 如今家都想通了嘛 是好事 小哥 你听到这消息 是高兴还是难受 高兴 当然是高兴 可是 高兴就行 别再渴了 渴了就喝点水 你说 这是谁的孩子 我的 那你再说一遍 我的 你再说一遍 你有那本事吗 爸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那你要不信 再过几年 我再给你生出四五个小孙子来 你别瞎说 现在计划生意抓得这么紧 一对夫妻只让生一个孩子 你想违反政策 那就剩一个 剩一个挺好的 你把他给我闭 我告诉你 你再狡猾的狐狸 你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你给我说实话 这是不是坦克的孩子 是不是抗美 发现自己怀孕了 才答应嫁给你呢 老飞 你让他说 是 我没说错吧 孩子 那你也就同意了 我同意了 你同意屁呀你 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我也没有主意啊 但是我估计啊 魏副政委和金智 他们两口子 不会同意他们这样的 你说呢 是啊 你这孩子们这是 这不一厢情愿吗这是 这绝对不行 这孩子要生下来了 那就是老傅家的了 那我老魏家 那就段子绝孙了 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 这不是难听 这是事实啊 要结婚也行 叫抗美把这孩子拿掉 抗美能同意吗 我去找老郑去 我跟你一块去 老魏啊 找老傅啊 不 找的 找一下老郑 刚才老魏两口子上对门去了 这是啥大惊小怪的 他们很少到老郑家串门啊 再说这么晚了 他们不会是这么晚了 去商量抗美和元朝的婚事吧 结婚是大事啊 当然得商量商量 那我看他们俩怎么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不像是商量喜事 你还认识的 人家开不开心关你啥事 我快继续睡 这只是提出来跟你们商量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是不是 抗美呢要不是把这个孩子给打了呢 那咱们就高高兴兴的两家成为亲家 他要是不打 那这就是一个要商榷的一个问题了 老魏主要是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 其实你也大可不必这么较真 我们养大了孩子 那也是我们的孙子嘛 不是 这养大了孙子怎么能一样呢 这内孙子和外孙子还不一样呢 我说的不是孙子和孙子的事 我说的是 现在这个计划生育啊 抓得很紧 这个可是关键中的关键 这个恐怕还得听听抗美的意见 是啊 姜老师 尊重孩子嘛 但是有时 这个孩子们的意见啊 是雇眼前的 不雇大局的 所以说 我们几个大人在一起呢 讨论个方案 从长计议 你说呢 老郑 欣勉 去帮老夫家 好 你们先坐啊 老伟啊 我觉得这事 光咱们几个在这儿商量 那是不够的 不是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吗 你找老缝来干什么呀 这只是咱们两家的事吗 你可别忘了 抗美肚子里的孩子 那可是富家的 现在我们在讨论 这个孩子的命运 怎么能撇开 他的亲爷爷亲奶奶呢 对对对 不能绕过他 你别老瞎猜猜 你这还没结婚呢 这出来两个亲爷爷亲奶奶 这怎么谈 算了 我不谈了 坐下 坐下 老魏 既然来了 问题也提出来了 干脆 咱们就把所有相关人 都找着 咱们一块上来 我觉得 不通过老妇 就决定这个孩子的留存 无论如何 那是不公明的 杨老师 什么事啊 他本意 真是不好意思 副政委 是这样 卫副政委和金芝 现在在我们家呢 商量抗美和元朝的婚事呢 老郑说 想请你们二位也过去一下 你们两家的事 我们支持就行了 干吗非要过去 因为 是光抗美肚子里怀着的孩子 抗美怀孕了 孩子 是坦克的 优优独播剧场—— 现在除了孩子 这相关的人都到了 咱们就三头对楼面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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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老魏 没有啥不好说的 他没有背着我们善良什么呢 傅伯伯和大妈妈也在 我倒是这样听听 老魏 这老魏提出来啊 如果他们要结婚 就必须 把那个孩子给做掉 啥 要把 要把我们的孙子做掉 老魏 你 听人家把话说完 嫂子 老夫 不是我无情啊 有时候咱们得替孩子想一想 你先未婚先孕 然后呢 你要挺着肚子去结婚 你叫别人知道了 笑话 是不是 对坦克影响也不好啊 其实啊 是这样 一来呢 是觉得 对不起元朝 这孩子啊 一辈子只能当个养父 再一个呢 是怕他们老魏家 断了根 我就 真说吧 你看现在啊 这个计划生育啊 抓得这么紧 不让生二胎了 你说如果这孩子要生下来 老夫 这不是我小心眼儿 你说 你们家 香火延续了 那我们家就 断子绝孙了 您说得对 为父政委 可这政策 是啊 江老师 但是 政策它也不会变来变去的 那如果要是变来变去的话 那嫂子 那还叫政策了 政院长 江老师 抗美是你们的闺女 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们的外孙 那你们的意见呢 这事啊 太大 这不仅涉及到两个孩子的幸福 更涉及到一个正在孕育的小生命 我们做医生的 是以治病救人为吉人 一个孩子生下来了 如果他有残疾 我们要想办法给他治好 就算治不好也要善待他 要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 是不是 老魏 那你的意思是 就不要九亚生育了 就不要政策了 这是由于中国目前的人口压力 这是迫不得已 你再过三十年 那政策可能会放松的 你再过三十年 那我都死了 那孙子都能生孩子了 你说这不讨论这个问题 来那酒吧 行了 听我说两句了 其实啊 我们又算了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这个孩子要不要拿掉 还要听康美和元朝的意思 是啊 那最终啊 那肯定是要听孩子的意见 但是咱们大家 行行行 老魏 让老夫把话说 说点说去 都怪我们家坦克 你不能说怪坦克 那坦克牺牲得多壮烈 咱们没理由去责备一个烈士 是我们没教育好孩子 说实话 我听小言朝这孩子 中情中义 是个好孩子 比我们家坦克强 是吧 康美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了 老夫 又疼了 怎么了 那儿疼了 是胃还是肝区药 没事 吃坏肚子 喝点热水 大大 这多长时间了 有日子了 从坦克出事 到米哥走 他一直都是这样 行了行了 还听不听我说话了 行行行 听你说听你说 你怎么知道 身体不好了 脾气也渐长 阿米肚子里的孩子 是坦克的骨肉 也是我们老夫家的骨肉 再也 一听说你们要把孩子拿掉 我都想给你们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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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求你们 真的 可是 听了老魏的话 我也想了想 也有道理 这么做 我们是合适的 可老魏呢 可老魏是个孤儿 你买单转 做人嘛 就不能太自私 这样做 更对不起袁兆 人家哀着 越野兆 是同情哪里 我们也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替人家想想 我表哥太阳 只要孩子慢慢遇见 老夫 你闭嘴 这事我说了算 是 李子妞 他 你怎么会没法 太阳 你看 你不会有法 怎么会没办法 办法就是保住他 剩下才养大他 爸 妈 你们为什么不能学学 傅伯伯来个换位思考呢 为什么要执着于 咱们一家的私利 你们知道了 你们这么做 会要了抗美的命的 我爱抗美 我愿意做这个孩子的养父 我会像教育七生孩子一样地教育他 等他长大了 我要亲口告诉他 他的父亲 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我这样做不光是因为抗美 还因为傅伯光 他是我兄弟 爸 妈 如果你们还爱我的话 请尊重我的选择 抗美 别怕 傅伯伯 大妈妈 郑叔 江老师 爸 妈 祝福我们吧 祝福我们的孩子吧 朱哥 孙伯 礼物 小伯伯 师父 刚才说 李 老朴 大人 来 我 是 并 여� 我 你 我 老师 做生意 结果怎么样 应该不是肠胃的问题 心脏呢 也看不出来什么变化 可是他老是正发性疼痛 过一阵又好了 我倒是担心 我乡里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发现吗 他内侠摸得有点不对 可还是吃不准 现在有种仪器 叫断层扫描 可以很清楚地 直接看出内脏的变化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刚从国外进了一台 我正在联系 准备让政委尽快做 好 老总 这事一定要抓紧 好 宣优长 小李 小李 副政委找您 让您去一趟 在哪儿 在政委室 卫副政委也在 有什么事 有点麻烦 谁的麻烦 您的麻烦 有人向上面写信 告诉您一状 说您在香港的国际会议上 身为军人 却宣扬和平主义 随便发白言论 你说这老郑 会上说这些干啥 就是个会议报告 这个写告状期的人也真是 吃饱了趁得没胜开 那你也不应该怪人家 那他要不说 对不对 那他就不会告了 知识分子 又捅娄子了 哗中取宠 你又不能这么说话 老郑不是这样的人 那最起码是出言不谨慎 对不对 你看看现在报上 天天要讨论这个讨论那个的 这不又装枪口上了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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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这些没用的了 你就想想怎么让他过关吧 你要让我想这个办法 那就是主动承认错误 先写一份检查 交上去 你等着要领导 叫你做检查 那可就两回事了 这个老郑 你又成了名人了 我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你又成了名人了 看看 自己看看 这不是说的我那次发言吗 对了 我的底稿还在 我去找一下给你们看看 看看我哪有错误 老郑 我们说的不是你有问题 可能是在场的一些人 还有记者呀 端章取义 歪解了你的意思 那毕竟他们已经捅上去了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讨论一下 用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这个事情 用什么样的措施 来补救这个事情 我闯了什么天大的祸了 要用补救这个词啊 我无非是借题发挥 在会议上谈了谈自己的真实想法 那你为什么要借题发挥呢 你就谈你的专业不就完了吗 那借题发挥 那借题发挥是你的强项和你的专业吗 那这么说 这是你的强项啊 那好 那就请你把我的原稿完整地看一遍 帮我分析一下 看看有什么言论错误 我哪句话说的是违反了原则 让你们值得这么大动干戈的 老郑 我们说的不是你言论有没有错误的问题 是你这些言论不应该拿到香港 不应该拿到会议上去说 这有啥用啊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什么叫有用没用啊 我在会上说的是 我对战争 对牺牲 还有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认识 我可以对我的每句话负责 你负责 你负责了责吗 郑伟 你别着急 慢慢跟院长说啊 你听听 还想好好听人说话的样子吗 老郑 你不光是专家 不光是医生 你还是军人 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那就请拿 什么 上席的哪个命令 命令我不得在会上讲这些话 党章上哪条规定了 规定一个党员 不能这样表态 你要拿得出来我写 你要是拿不出来 你就是扣帽子 就是以示压人 你这是抬杠 郑伟 都是为您好 别激动我 院长 我能不激动吗 像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东西 能让我服气吗 能让我服气吗 我坚决不服气 我不管你服不服 你是军人 就要服从命令 我命令你 回去写份深刻的检查 交上来 我不写 我要写的话 就要维护一个党员的权利 向上级写信 向这种整人的思维 这种强加于人做法 是不是该坚决致止 老郑 你咋越来越去 大半辈子都过来了 您退休了 你咋还惹麻烦呢 老傅 你让他写 你让他写 我倒看看 他写完之后 有人能理他这个茬 好啊 那我就去北京 去北京发现情况 连长 这啥事 你给我回来 诚伟 诚伟 怎么了诚伟 胡 你怎么了 这龙小子给气了 来来来 把北上去就好了 真没事吧 八伟 起草个东西 你党委的名义 你将他这自己的名义 向上头做个检查 院长他不是 就别管他了 按我说的错 把主要责任 党委承担起来 就说他事先跟我打招呼了 我心情不好 没重视 口头答应了 这才犯了错 那要这么写的话 那责任不都在你那儿了吗 是啊 在我就在我吧 你本来也在我 都怪我把他关成这样 那你下回也关不关我 行了 就写吧 老同志 下班了啊 你能不能帮我干点活啊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你上班忙 下班也忙 你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 不忙也行啊 打个报告 退前退休 大家帮你干活 行吗 废话 废大嫂 打水呢 回来了 这个老妇怎么不来打呀 我哪叫得动她呀 我一让她帮我干活 她就嚷嚷着要打离休报告 气死我了 这老妇 对啊 明天早上八点呢 带她去复医院检查 让她一定要去 这得您说呀 她不听我的 行 我跟她说去 来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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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来 跟她说去 不行啊 明天有会 取消 凭啥取消 讨论你的检讨 这是大事 谁让你替我做检查 你不写啊 我帮你写呗 你这是强人锁难你知道吗 都是阵友 强啊难呢 用词不当啊 我不愿意干的事 你瞎忙我什么呀 老郑啊 你现在不是医生 我是 你得了病 我得救你 我告诉你 明天的会取消 你呀 给我老老实实看病去 再拖起去就麻烦了 好啊 我去看病 你替我组织会议 好嘞 检查搞的 干得了吗 不可能 那我也不可能 你再拖起去就完蛋了知道吗 那也是你逼着我完蛋呢 诶 郑院长 你怎么走啊 他这个人啊 不可理 你不可理喻你 或许副政委的感觉是对的 你该低低头 我又没犯出个错误 低什么头啊 我相信 那种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我真应该上边写信 反应反应 行了 上头有时间 雇你这个事啊 你就听副政委的吧 这种违心的检查 我一个字也不行 那那那 老魏 您替老郑写的检查我看看 我想他说的话 我修改了一下 大家讨论讨论 没什么意见 朝一份交上去 老婆 老郑 什么事 车准备好了 去检查吧 谁说我要检查身体 没看我们正讨论你的检查 正在想办法帮你怎么过关吗 这我的检查 这会由我来主持吧 你 这给我耍滑头 我人都来了你还不信呢 老婆 这一回我真是想通了 这个检查我一定做 我做 你当想得通 我不信 张伟 快去吧张伟 好 一定想通了 想通了 去吧 好 你们抓紧时间 赶快交上去 别当工事 老郑 坐坐坐坐 你看看啊 这老傅啊 多惯着你啊 检讨书都替你写好了 你照着抄一份就行了 咱们现在讨论讨论 好 散会吧 这 这 这还没讨论呢 怎么就散会了 我看的没看怎么讨论的 等我看完再说 走 谁啊你扔的 我觉得没必要 这药写我自己会写 那你倒是写呀 我写了 寄出去了 拿给我看看 地稿呢 你咋写的 这就更没必要了 你要是看了 又得替我担责任 干脆我一个人负责到底 你 你写的是啥呀你 我呀 我向党如实地反映了我的意见 你咋不跟我商量呢 咋又自作主张呢 这是我的权利呀 与你无关 与我无关 张大志 张大志 咱俩好歹也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了 咱俩也算是朋友 我们 我 老傅 老傅 老傅你怎么了 老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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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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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来人 到正委办公室 断棱扫描显示 正委的甘区长了一个二十车二十四公分的肿块 台茅厕 他们怀疑是 老傅 嫂子 周院长 老傅怎么样了 老傅没事 在里面看看去吧 咱们去看看吧 来 老傅 老傅 会是癌吗 现在还不敢确诊 你马上联系个大医院 请专家回诊 越快越好 争取啊 把这方面专家全都请来 好 我马上安排大助院 好 不敢办啊 院长 那您去日本的事 你别说日本了 现在我哪儿也不去 老傅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 比对你的感觉还好 没事了 回家 来 别着急 再待吧 在这儿待着干什么 留给病人吗 你以为你不是病人呢 正委 您现在需要住院检查 住院 开什么玩笑 没人跟你开玩笑 你需要住院 老头啊 回头你把牙膏牙刷 还有毛巾什么的都拿过来 别的就不用拿了 谁决定的 我 我就知道是你 报复我是吧 我要你去检查 你就让我住院 这挨得着吗这个 那一点小胃病 用得着住院吗 你不是胃的毛病 是肝 我没有肝炎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 你懂我懂啊 周伟 您就听院长的吗 他这个可都是为了你好 周伯 要回家 那 那你还住不了呢 回家再说嘛 让我考虑考虑 去吧 我们不在这儿讨论 老郑 帮我办公室来一趟 老郑别臭了 坐下 老郑 说吧 是不是哀成了 你瞎想什么呢 不是瞎想 我自己的身体 我心里有数 那你还不住院 还要坚持工作 怎么 你一想当英雄 让我们都学信你英雄诗迹 你也跟我扯淡 说实话 是不是哀 老夫我告诉你 腹腔疼痛 他的起因 有一百种 两百种生成了很多 并不是所有肝躯疼痛的人 都得了什么癌 所以啊 你不要太担心 我们呢只是发现你 有些问题 所以 需要你住院 需要你检查 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病情 也是为了排除病情 懂吗 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 我懂 懂就好 为了尽早地排除病情 需要你住院 这就是我的结论 你打算怎么治我 只有一个办法 打开腹枪 把里面的东西 给拿掉 你来 你去嘴 JOHN 你去嘴 你去哭 解释你 人肯定都是你 你去嘴 你去嘴 球 你去嘴 不了 你去嘴 哄你干吗呀 现在连是不是流子都没有确定 就算是流子 也有良性跟恶性之分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是癌呢 那就好 那就甭管他了 我说老夫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 你要是不开刀 不把东西取出来 不做欺骗检验 怎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 说来说去还得开刀 对 也开 没错 你想什么 我这辈子算是交给你了 左一刀右一刀 都是你拿的刀在我肚子上滑了 老长 啥时候我能拿刀 也在你肚子上滑了滑了呀 你呀 下辈子吧 怎么 想通了 同意住院了 不着急 怎么不着急呀 万一是癌呢 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待人 我还有好多事没安排好 老夫 老夫 你有什么事需要安排 要不这样 你交给我 我替你办 行吗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这份检查 深刻点 签上字 我就让你开头 你应该是刷过来 是妖怪 就算是妖怪吧 老郑 这么多狗狗侃侃都过来了 我不能看着你在引沟里翻转 听我的 眼一刃 低个头两颗带 你听我的话 后头 我一定听你的话 老郑 你就当我是个癌症病人 当我是个要死的人 临死 老夫 谁找你要死啊 我都没说你敢说 我都没有放弃 你呢 跑这流济眼来了 你扯他妈的带了 你要再敢胡说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胡说我 解解 我谢 我谢 你要我怎么谢 我就怎么谢 这就对了 你写 我就祝愿 到够了 来 睡个着啊 睡个着 北开您药 不行啊 明天早上八点 我要给老傅动手术 我是第一代 我要保持头脑清醒 可你怎么睡不着觉 也不能保证明天的手术啊 我以前从来没这样过 这是怎么了 因为是老傅 我一躺在床上啊 这满脑就是他啊 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相见 我在开刀 他在手术室外替我站稿 到我成了他的俘虏 后来 因为我逃跑了 他被降了职 直到他替我挨了那一棍子 你说要是明天 他的手术结果 那结果真是挨怎么办呢 要是明天我的手术不成功 我拿不干净又怎么办呢 这医生啊 最怕的 就是给自己亲人看病 不管你是多大的名医 你 你平常你多么决断 往往都是下不了手 开不了方子 今天呢 我算是体会到了 先生 你没问题 一如既往相信自己 再说了 傅周围是个好人 吉人天相 他不会有事 他不会有事 那我就借记记案了 不管你从哪儿 那我就借记记案了 我来说